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这种谢谢董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两套新发布的剩余物吧 首先这两套剩余物的二间套特效都是攻击力提升18% 所以到此为止呀 原神这个游戏就已经有四套二间套效果是加18%的攻击力的剩余物了 在五星剩余物之中 在这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 当你看到这两套剩余物的二间套效果是加18%的攻击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2.1离我们也过去很久了 大家刷了大半天的双戏 但是这两套剩余物的一套剩余物的一套剩余物 我相信大家看到那个二间套的特效是加18%的攻击力 很多人都是欣喜若狂的 因为绝对是四件套是刷不来的嘛 在那个时候 这一套可谓是攻击力剩余物自由的关键的第一步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2.1离我们也过去很久了 大家刷了大半年了吧 估计手上都有不少牛逼的追忆套了 再加上追忆套的泛用性可谓是非常差的 无论削弓之外 基本上都是谁用谁卡手 我相信58 59的玩家目前都是完全不缺追忆以及决斗士的 所以对于那一部分的玩家而言看到这两套剩余物多半脸上都是非常微妙的 但是呢55到57级左右的相对而言时间的累积并没有这么多的旅行者而言 这两套剩余物可能他们的二间套效果呀还是比较香的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啊虽然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我相信55到57的玩家 你们迟早有一天也要58 59的对不对嘛 所以为了二间套的特效去刷这个本呀 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们四字真言大可不必 那么在了结了第一阶段之后 我们就来说说最关键的部分吧 也就是四件套效果 首先上来第一套往生路 在元素爆发之后攻击力提升8% 并且在随后的每一次生命值下降 将会触发进一步提高10%的攻击力最多叠加4成 也就是说在叠满之后 这一套剩余物将会提供高达66%的攻击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套剩余物 居然仍然是一旦下场就会解除buff 我之前在视频里面不是这样调侃过吗 说在开服的角色 迪路克和努爱尔之后米哈优后面就严打下场之后 不解除状态的角色了 所有的角色下场了都要被解除状态 就我感觉他们玩这一套那是越来越熟练了 哎你们看一下这一套剩余物 他泛用性强大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还要就硬要加这种设定上去呢 他是怕你航球挨打之后再下场吗 毫无疑问退场之后会马上解除buff 其本意啊就是为了更进一步的限制这一套 本来就只有肖跟流血狗可以用的剩余物啊 他的那个泛用性啊对吧 万一以后哪一个角色不小心喝到汤了美少女们 那是简直难过的吃不下饭 这一套剩余物 他的模型放在这里了 以后要控制他的泛用性是非常简单的 而在现阶段也是只有肖可以完美的吃满 这一套剩余物的所有效果的其他角色 其实你通过挨打来激发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不理想 并且基本上就等于刚需奶妈了 大家稍稍思考一下 应该也会觉得这个并不太妥 在这一套剩余物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字 关键字一是元素爆发之后 关键字二持续的丢失生命 关键字三后台角色no 所以很明显胡桃是被排除出去了 事实上攻击对胡桃烟也没有任何卵用 那么作为唯一的可以稳定触发这一套剩余物的销 在千呼万唤使出来之后 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四件套剩余物 提升有多少呢 我来跟大家直观的解释一下吧 他比起二加二是多了30%的攻击力 也就是六个剩余物词条 并且是最为珍贵的大攻击剩余物词条 在拿上和谱烟之后 肖的白质大概是一千多一点点 一千零二四嘛 那么30%的攻击力呢 就意味着肖会在实战中获得额外的300点的巨额攻击力提升 进一步会让肖的输出啊 在实战之中暴增大概10% 考虑到这一套剩余物从头到尾到脚呀 都是高位的攻击力 那么肖穿这一套剩余物的实战真是提升呢 如果你带班尼特的情况之下 甚至可以逼近5% 所以说在纸面数据之下 一切事情就显得稍稍有这么一点苍白了 当然大家大可不必去小看这个300点的攻击力啊 因为精炼一的护魔之杖提供的整个被动啊 实际上也就只有400点的攻击力左右 没错即使是在压住血的情况之下 精一的护魔也就是不到400点的攻击力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似乎新的剩余物啊是不是又有一点香了起来了呢 只不过无奈的是呀 攻击力确实是目前原神的战术体系下面最容易被稀释的赎进之一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如果带了班尼特会导致这套剩余物看起来提升上比较含蓄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班尼特给踢掉 那不就完事了吗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所谓的解放班尼特 班尼特永远都是在被解放和正在被解放的路上 但是大家要搞清楚的一个事实就是 对于真正喜欢消的玩家而言也并没有什么所谓的 必须得把班尼特给解放的道理 在现在这个环境这个阶段还在深渊坚持使用消的玩家们 我想多半都是真爱党了 所谓的辅助呀 就是我喜欢的角色要用他就必须得过来 没有什么必须得解放到另外一对的必要性的 如果有这个必要我就组另外一套 不需要班尼特这种我想对于绝大多数的真爱党都是如此对吧 原生这个游戏有很多不需要班尼特阵容 相信不需要我一一列举的 当然班尼特有他的缺点 那就是画地为牢 目前而言消的常用的几个队友 比如说班尼特琴或者是哈贝多都有画圈圈的这个特点在这里 这就导致了看起来本来机动性很高的消呢 在实战之中不得不在固定的范围之内打装于是我能够听到很多的人的这种想法就是要把班尼特优化出去的话 这一套剩余物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呢 那就是肖的吃拐率本来就不高啊 请班尼特以及阿贝多把这三个角色优化出去 你把谁换进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时不时会这样说想要透过常规的圣衣物喝汤呀 来彻底改变一个角色的定位以及现状是非常困难的 这一套圣衣物对肖的攻击程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补足 但是想要发挥更高的作用的话 也许得期待后续会有新的角色加进来 来形成新的战术体系才有可能在本质上面改变肖的玩法以及定位 圣衣物本身数值上面平平无奇 在数据上面提升确实也是寥寥无几 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设计组想要传达的意思 那就是肖的强度他们并不认为有很大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只看数值的话可能确实问题不大 即使是在对单的情况之下 在满buff的队伍之中肖的一次打装伤害也能够打上5万多呢 肖我觉得最大的问题都是那个鬼魅的命之座 我在半年前的视频里面已经这样说了 原神这个游戏呢 他主要是刚开始 大家总是以为命之座对于月卡党玩家而言是非常遥远的 但是现在只不过刚刚好过一年而已 你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月卡党发视频 说自己攒到了满命的干预或者是神里之类的了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这样说 其实命之座才是平民之爱党的最后的底牌 而肖的命之座嘛就对吧 就等于就没有底牌的 神员随便一路他给你放两个那种大boss能打是能打 但是你会被恶心的不清淡 而有一些朋友所说的这一套剩余物解放充能沙漏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是不行 但是必要性比较低 因为你就算拿充能沙漏你也不可能不带风系的充电宝直接裸上的 这样的话你会带充能沙漏也跟不上循环 如果你无论如何也要锁定一个风系的角色的位置的话 那么你拿充能沙漏又没有任何的意义 说白了呀就是充能沙漏给的有一点多给消用的话怎么都是浪费的 160充能你也不能不带风系的角色 你带了风系的角色呢120左右又足够的丝滑了 这些都是实战的现实 所以总的而言吧 关于这一套剩余物只能这样去评价 一人强插未来可期 关于消的剩余物我们就聊到这里 而另外一套被受瞩目的余想套 事件套效果在普通攻击造成伤害之后 将会有36%的概率 为下一次普通攻击附加70%的倍率 如果没有触发 下一次将会多20%的概率 我相信大家此时第一反应就是这帮狗吧武策划 怎么又在各自写奥口的小作文呢 没错啊 它实际上的效果 你模拟一个程序去跑一跑的话就知道 它本质就是每一次普通攻击会获得35%左右的倍率 实际上会多这么一点点但是差距不大 也是原神迄今为止呀第一套直接提供倍率的四件套剩余物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虎呢 这不是感觉消攻要起飞了呢 但是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 大家看看最后一句 每0.2秒最多判定一次触发与否 为什么他要在后面又加一句这么多余的小尾巴呢 没错 他就是为了提防类似宵宫这种攻速极快的小可爱的 特别是满命的机关枪宵宫 每一次六命额外产生的子弹呀 都是既为普通攻击的 所以由此可见 美少女们为了确保每一套剩余物都可以在试用面上体现的比较含蓄啊 也是花了很多功夫的关于预想四件套 即使是在低命的宵宫手上 仍然会出现普攻攻速过快 导致四件套判定来不及的情况 从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文案去计算的话 宵宫使用预想套比起追忆套提升的数值 甚至是在5%以内 但是我相信游戏理解好的朋友一定会这样去想 那就是追忆四件套本质是以15点的元素能量作为代价 才能够触发其四件套的效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 追忆四件套谁用谁卡手的原因嘛 葡萄用了队拳卡手 柯琴用了天赋卡手 我觉得唯一用的挺爽的 也就是只有本质上是买命冰小仪在输出的冰枪中里了嘛 对于宵宫而言大招没了就没了 只不过是他的大招战比比较低嘛 但是宵宫的战魔确实有一部分仍然是在大招上面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可以这样说 预想套对比起追忆套 基本等于白给了好几个充能词条的同时 他还可以全面进一步优化宵宫的实战手法 宵宫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样在一技能的期间释放元素爆发来浪费时间 他可以先释放元素爆发之后 然后再开启一技能进攻的同时 依靠后台的队友来触发元素爆发的同时呢 宵宫又可以反过来给后台的队友增加攻击力 可以说这一套剩余物呀 他其实是全面的追忆四件套的尚未剩余物了 对于宵宫而言尽管数据上的提升不大 但是这一套剩余物呀实际上是全面解开宵宫全身战魔 的重要一步 宵宫不再需要像之前穿着追忆套时候那样用别扭的手法去输出来 QE的手法也能够让他在战绩期间的输出达到最大化 并且宵宫的天赋同时也可以立好不锁面板的后台队友 所以这一套剩余物尽管对宵宫他本人的输出提升是并不是特别大的 但是你考虑到了手法被优化天赋被解放队友被增强等等的因素的话 最终你会发现宵宫也是喝到了汤的总体提升肯定是有10%左右的 这些美少女们什么都不行但是数学是真的一级棒的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为什么宵宫这种不强势的角色 为什么余想套背后还要再加一个0.2秒的小尾巴来卡宵宫的普攻提升呢 我觉得其根本的原因呀还是因为综合整体来看的话 余想套给宵宫带来的提升已经超标了 所以他们还要拉回来一点让这个喝汤呢不能喝的太过分 这个经典的10%呢还是要把持住 只有实在是让我有一点蒙不住 而这一套剩余物的出现呀也让追忆四件套彻底成为了痛苦四件套了 连宵宫拿着都明显不是最优解的话追忆剩余物恐怕就只剩下二件套的前景了 然后这个前景呢现在已经有四套剩余物了 然后就是余想套的这个0.2秒间隔嘛 是让满命的宵宫吃了憋的因为攻速变得更快了嘛 总的而言这一套剩余物给我的感觉就是给宵宫是提了又没有完全提的感觉 跟宵给我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我只能说手法实在太老了 不过满命满金的宵宫确实很猛了 也许设计组门确实就怕大家对吧 有一天攒到了满命宵宫嘛 所以提前给满命宵宫打个预防针 先把强度控制给做了 其次就是公子了嘛 公子看起来好像又可以喝到汤 但是本质上我觉得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为目前而言公子的新专武啊 冬极白宫 他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呢 就是他可以普攻接重击的进行输出 而这一套剩余物呀 他是只对普通攻击生效的 这就有一点像是公子拿飞雷弓去战斗 只能打普攻那样 我相信大家首先就不太喜欢这种教你操作手法的圣衣物吧 因为到现在为止公子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武器选择 所以搭配圣衣物也开始变得有一点复杂了起来 对于公子而言 整体情况跟灵人差不多 你搭配自己的武器去选择圣衣物就好了 而这一点甚至连神里灵人也是一模一样的 用雨响套来搭配增伤系的武器 而你拿攻击力武器的时候你就搭配似水套 整体的输出差距呢都是不会超过5%的 没有错 不要说老角色了 甚至连神里灵人拿雨响套比起决斗士 以及似水套都没有太大的长进了 所以这一次2.6的两套新的剩余物呀 可谓是把数值膨胀给拿捏到了极致了 在泛用性上面也是惊为天人强度的控制 绝对是有好的一面的 但是原神比起强度的控制 我觉得更应该的是丰富自己的游戏的内容了 众所周知 现在原神已经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长草期 而且还是在八重神子的角色设计上面 给了玩家们一次重大的打击的基础之上的 最近我听到了很多玩家的声音和抱怨 就是感觉上线没有太多的动力 也不知道该刷什么了 于是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美少女又是充满了自信的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给神里灵人附上了一套跟决斗士四件套 甚至都没拉开巨大的差距的剩余物 那是生怕大家能够焕发出一点刷剩余物的激情 不过这也可能是来自美少女们的温柔 因为他们知道你们刷了半年的绝缘本了 还没有见到带双爆的冲能沙漏 所以就故意整了两套综合的看下来 没有的这么有诱惑力的剩余物 好让大家又可以去绝缘本继续享受三个月的坐牢 怎么样呢 是不是很开心很感动的 他们是多么的关心我们手上的绝缘套还不够好 来不说了 一起把类目打在公屏上 啊 亚萨西 麻吉的亚萨西 在现阶段 如果你准备了跳过灵人对肖又没有特别多的想法的话 那么你去刷2.6新的剩余物本呀 性价比肯定是非常低的 然后面的新角色可能长了一副也跟肖用同一套剩余物的脸了 但是就现阶段来说啊 我的建议是老咸鱼们该干啥干啥可以回去刷掘员也可以去好好提升自己的冰套呀风套呀 甚至可以回去苍白本或者魔女本碰碰运气什么的 反正我的建议就是3.0之前躺就完事了 也希望米哈优可以在接下来发挥一下自己的创意和点子 让这个游戏的玩法丰富起来 多增加一下类似于上次饮料活动里面的那种日常剧情剧本 多丰富一下角色的塑造老婆老公游戏嘛 我相信大家更愿意的是见到这一些更加有趣 能够为玩家们带来笑容的剧情 当然那些什么4399小游戏就做的挺好的就不要再做了 那个客人说什么他要奶多一点 然后我给他加四份奶他不要非要加两份奶我试了好几次 你们知道怎么会有这么洗脑又完全不好玩的游戏的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总之我觉得靠剩余物来维持玩家们的上限动力真的有一点蠢啊 这不仅不可持续还很容易消磨玩家的热情 反正现在看来在新的剩余物上面你们自己也摆烂了 那就在其他地方多用点心特别是人物塑造啊 我相信这些才是玩家们所希望见到的正确的大方向 一键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